再来看克里米亚大桥遭到攻击俄罗斯的报复性轰炸行动 从周一早晨揭开序幕 两天总共发射了百枚飞弹 半数遭到乌克兰拦截 而攻击至少造成了十多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基辅居民又躲进地铁避难 大家高唱国歌展现坚定的意志 而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将提供防空武器给乌克兰 俄罗斯亲乌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谴责 在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也逐渐失为 前苏联国家对俄乌冲突都保持中立 只有白俄罗斯是支持的 那么中亚国家如今转向西方合作 俄罗斯失去了老大哥的地位 克里米亚大桥遭攻击 俄罗斯的报复性轰炸 从周一早晨揭开序幕 两天来乌克兰几个大城市都遭到攻击 飞弹就在平民的头上飞过 在大街中央爆炸 利沃夫 基辅 哈尔科夫和涅伯罗受创最深 电力系统遭破坏而断电 基辅的居民再度躲进地下铁避难 大家高唱国歌 取散恐惧 展现坚定意志 两天百枚飞弹轰炸 至少造成十多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总统泽伦斯基站在遭摧毁的 儿童游戏公园前回呛 会让俄国在战场上付出代价 乌克兰军也对轰炸进行反制行动 从地面发射火箭炮 击弱俄军的飞弹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承诺 将提供防空系统武器给乌克兰 联合国大会也表态支持 在周一否决了俄罗斯秘密投票的要求 将以记名投票的方式 表决是否谴责俄国 并吞在乌国的四个占领区 如此一来将使支持俄罗斯的国家 俄罗斯侵略行动 不只遭西方国际组织唾弃 在中亚地区也受到冷落 影响力逐渐示威 这些前苏联国家看到乌克兰的遭遇 也有所警惕 小心不要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猎物 普清在70岁生日的这一天 邀请前苏联国家共商解决区域冲突 但各国回应冷淡 在乌尔冲突事件上都保持中立 白俄罗斯是唯一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 哈萨克在1月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普清当时派出军队帮助维持秩序 几个星期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哈萨克却没有投桃报李 甚至还同意配合西方的制裁 绕过俄罗斯为欧洲输送石油 你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建筑 在昨年几月的犯罪 俄罗斯的后院国家亚美尼 俄罗斯的后院国家亚美尼亚 近期与亚塞拜然发生冲突 俄罗斯拒绝派兵协助 亚美尼亚因而转向欧洲 在欧盟的调停下达成和平协定 俄罗斯失去了苏联时期的老大哥地位 前苏联国陷入权力真空 这也为西方的势力打开了一扇窗 TVBS新闻总和报道